請拜咩 好 我讓他們先好不好 不好意思啦 因為你們心情 來這邊 三分鐘好 不好意思麻煩 不三分鐘 早起講得對啦 都三分鐘 不要超過三分鐘 各位 大家給我的面子 三分鐘好不好 對不起啦 各位遵守三分鐘 好 我可以開始講了嗎 是 我想廣池 這邊有6.5公斤 那我希望開發是整體的 不要切割 而且不要規制環體 就是地點 既然是6.5公斤 就要符合環體 不要分割 否則我們這一段 開發期間的黑暗池 會拉得非常的長 代表是四周的距離 非常的不便 第二 市政府開發的商業區 社福區律定 有它的規劃的目的 我覺得 基本上如果都符合 我們尊重 我們尊重 基本上商業區的開發 可以帶動四周的老舊公益的都西 尤其捷運來了以後 使這個地方更為繁榮 可是我要問的就是 1500萬 1500的公營住宅 好市長只有4500的公營住宅 為什麼三分之一要落在這裡 為什麼 而且之前有幾位好鄰居都說過了 在公營住宅裡面 我們說大龍洞 只有110戶 在萬龍站只有41 在景文只有39 為什麼這邊要1500 你說台北市 難得有一塊這麼好的整體的空地 請問在空軍總部 是不是有一個那麼好的空地 是不是難道旁邊有地堡 就不能蓋公營住宅嗎 如果我們這個合格區 就可以蓋公營住宅嗎 我們不是瞧不起公營住宅的居民 我們也覺得社會公平正義 應該要提供這個住宅 可是目前市府推的這個地方 是不是太比重 太偏重了 1500戶 你說100戶 150戶 我們能夠接受 100戶 你蓋那麼多 你有規劃一切的嗎 剛剛陳議員所說的教育問題 我本身就在教育界服務 這個真的是學區問題 非常的嚴重 孩童就學的問題 是非常非常的嚴重的 好 再來另外一個問題 在2月27號 我們去參加公聽會 博德有一位代表曾經說過 博德按未了 未了市政府就做這些規劃 跟我們做了幾場的公開說明會 算數嗎 還是後來博德把你們推翻了 我們前面現在講的都是廢話 請回答 謝謝 好 謝謝